同性恋这个议题 基于政治的考量 通过强调人的自由与权利 削传同性恋是性取向的正常的类别 同性恋者声称 他们的性取向是歇贴性的 因此不应当受到启示 也不容他人干涉 在这样的社会语论下 反对同性恋 就是反对人权平等和自由 被看作是政治不正确 那作为教会 我们应当如何灭对这股潮流呢 今天的牧者三分钟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议题 首先 从现实世界 我们来看何为同性恋 及其弊端 其次从圣经的角度 认识同性恋的本质 最后呢 让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榜样 学习正确对待同性恋 首先呢 让我们来了解 什么是同性恋 所谓的同性恋 包括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 解称是LGB 广义的同性恋呢 也包括变性人T和双性人Q 因此同性恋解称呢 缩写为LGBTQ 近年来 这个缩写越来越长 内容呢 也越来越多 长期以来 同性恋在医学上 被认为是性别认知障碍 归属于精神病理学 被列入了精神疾病 诊断与统计手册当中 直到1973年 随着60年代 性解放运动和政治政学的崛起 美国的精神病医学学会 才把同性恋 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处去 中国也直到2001年 才把同性恋从新版的 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中拿掉 事实上 目前还没有充足的科学证据 证明同性恋是歇天性的 而与此同时呢 同性恋的危害 也是血而易解的 比如说同性恋者多有烂焦 变态的性行为 注射毒品等不良的习惯 因此呢 同性恋者成为了 爱滋病的最高发穷体 但是 目前媒体对这个危害 健康的问题 或者避而不谈 或者避重就轻 尽量少谈 使人们误以为 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 一样争吵 这不但扭曲了人类的历史 更是严重地违背了圣经 在旧约圣经 立位记十八章二十二节说 不可与男人苟合 像与女人一样 这本是可证悟的 接着呢 在立位记二十章十三节说 人若与男人苟合 像与女人一样 他们二人行了可证的事 总要把他们制使 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在新约圣经 罗马书一章的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 因此 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 他们的女人 把送信的益处 变为逆信的益处 男人也是如此 弃了女人送信的用处 欲活攻心 彼此胎裂 难和难行可羞耻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 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 从这三处经文 我们看到 无论是旧约的摩西律法 还是新约保罗的书信 都立场鲜明地告诉我们 同系列违反了神创造的次序 是圣经所禁止并且定罪的 更是神所证悟的 同性恋正如其他罪一样 如接淫 拜偶像 贪婪 低档神等等 都是没有达到神圣经的标准 圣经毫不含糊地指出 同性恋是罪 神证悟同性恋的罪行 是因为同性恋违背了神的心意 特别是神对婚姻约初的设计 在圣经启示中 婚姻是在圣爱之下的彼此为生 是一男一女在上帝面前的盟约 性正是这种合一与为生最美丽的表达 性是上帝之爱 是神赐于一男一女合二为一的记号 那种随心所欲 越过界限的爱 结果一定是苦难深重 伤痕累累 绝不是所谓的自由民主和幸福 无论是教会还是基督徒个人 在同性恋问题上 不能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那既然同性恋是罪 教会是否可以接纳同性恋者加入呢 答案是肯定的 异性恋的人并不比同性恋的人好 同性恋的罪并没有大到 耶稣的宝血不能赦免的程度 同性恋就像其他罪一样 与信仰不相符 乃是神所恨恋的 因此必须弃绝悔改和更新 神愿意人人都得救 不愿意义人成龙 当然也包括同性恋者 我们要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同性恋者 耶稣接纳一切的罪人 却反对那些继续泄在罪中的人 这样的做法 也是教会对待同性恋者当有的态度 我们要拒绝罪恶 但同时要爱罪人 教会接纳同性恋者这样的罪人 但是接决反对同性恋的行为 所有的罪人 不论是同性恋 异性恋者 都需要神的赦免 都需要耶稣的宝血 每一个罪人 都需要从罪的瑕疵中得到释放 只有当人脱离了肉体的情欲 并且在基督里 专一为神而活的时候 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这是人类共同的道路 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我们要为那些生谢 同性恋自顾的人祷告 愿他们依靠主的话语 和圣灵的大能 改变自己 脱离罪 从归正道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